字幕志明 大家我是安生 今天除了要開箱Apple Watch Series 7以外 當然還會提一下跟前一代有哪些差別 以及解答最多還在觀望Apple Watch的人心中都有的疑問 就是Apple Watch到底要幹嘛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開箱 包裝跟iPhone 13一樣 這次也是全部都是紙質 沒有用任何類似保鮮膜之類的那種材質 這次我拿到的是紅色 連包裝上面都是用紅色來呈現 而且是有個有點浮雕的這個材質 看起來質感還蠻好的 那我們就撕開 內部居然也是大紅色 然後紙盒上面就印了紅色的Apple Watch 拿起來之後呢 上面還有Product Red 這兩個東西居然是分開的 紅色錶帶 這和我一代用到現在的紅色錶帶應該是一樣的 等一下來拆 先看手錶 和iPhone 13一樣也是旁邊有兩個綠色箭頭 撕開 說明書 這個是Product Red才會有的一張紙 上面會告訴你捐款會捐到哪裡去啊 你幫助了誰啊之類的然後瞭解更多到哪個網址去查看 然後因為Apple Watch是無法單獨運作的 所以不會有蘋果貼紙 底下 新的Apple Watch轉Type-C充電線 據說這個讓充電速度大幅提升不少 好像 材質也有點不一樣 保護著Apple Watch本體的這個應該也是紙做的 不過材質有一點像不織布的感覺 視覺上 然後後面寫著45mm 好拆開它 螢幕好大呀 這個紅比我想的暗一點不過是非常有質感的紅 很棒 然後背面是深色的拋光金屬 好拆開錶帶看一下 是不是跟我手上的一樣 一模一樣 不過可以理解啊 畢竟錶帶從1代到7代都是通用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畢竟你選到喜歡的錶帶可以一直沿用下去 而且這樣比較不會製造更多餘的垃圾 哇 螢幕大小差好多啊 好裝起來我先設定一下 首先 Series 7最大的差異當然就是外觀啦 剛開箱瞬間 我以為紅色錶帶沒變 但仔細看發現 新的紅色其實更接近桃紅一點點 這個差異如果沒有擺在旁邊 並且光線充足的話 其實是不太會發現的 再來說說最大的變動 也就是螢幕 因為我是從7年前的第一代用到現在 這個升級實在是超有感 外殼尺寸幾乎差不多大的情況下 螢幕顯示的範圍比123代多了50% 比456代增加了20% 並且這個放大的感覺不只是螢幕純粹變大 旁邊弧形玻璃的延伸甚至有超過50%的錯覺 例如最基本的輸入密碼的時候 整個按鈕就變超大顆 在不更改字體大小的情況下 接收通知的時候能閱讀的內容也更多了 同樣是諸葛亮傳出師表給你 舊的Apple Watch只能讀到 蓋錐先帝之書語 新的卻可以讀到 以光先帝宜德 但我個人最有感的是看地圖 這點在於騎車的時候 停紅燈喵嚴來說很加分 而且我原本的初代Apple Watch 已經慢到我要在中下東路右轉 它到市民大道才會通知的程度了 新增的獨佔表面總共有兩個 第一個輪廓 這個嘛 除了日期時間就沒有提供什麼額外的資訊 官方網站上的介紹是 利用折射的光線在顯示器邊緣 形成一種微妙的包覆視覺效果 簡單來說就是讓你感受到 新的Apple Watch螢幕就很大 第二個表面雙型組合 這個除了可以改變顏色外 主要就是兩大區塊來依照自己喜好設定 例如其中一塊 怕曬的話就放個紫外線指數 遠距離戀愛的話放個倫敦時鐘 有買AAPL就放個股票 另外一個可以隨時查看心率啊 看看降雨紀律啊 或是隨時打開Podcast 收聽我跟朋友開的節目 玩過看過不要錯過 這是個深度挖掘遊戲還有影視作品的節目 連結也會放在下方 記得點來收聽還有一起加入討論 除了這兩個大區塊 左上角也能再塞一些常用的小工具 例如倒數計時 遙控相機 電池電量 或是發票載具 另外伴隨著大螢幕而登場的全尺寸鍵盤 這個嘛 對於大部分台灣使用者來說 目前是一個用處還不算太大的點 原因是只有英文鍵盤 中文則只有簡體的漢語拼音 因為古時候iPhone是沒有注音的 我以前就硬把漢語拼音練起來了 這功能乍看會覺得除非手指跟退卡針一樣細 否則根本就無法打字 但實際測試起來 因為搭配智慧學習還有自動選字 蠻聰明的 即使沒有非常精準打到要的字母也都還OK 這個就要等看蘋果之後怎麼處理注音的問題了 畢竟注音實在比英文鍵盤多了不少按鈕 另外還有螢幕的玻璃厚度增加50% 這點我相信應該對於耐摔能提升不少 並且防撐防殺 雖然其實從第一代我就曾經游泳洗澡都戴著也沒事 不過這次的更新應該能更適應各種再極端一點的環境 辣妹們戴著手錶打沙灘排球儀也不怕啦 再來我覺得很有感的是螢幕亮度 當沒有刻意抬起手錶看的時候 亮度比之前提升70% 這對於學生們等下課或是上班族等散會的時候 要偷看手錶的情況更禮貌的一些 可以更偷偷摸摸的瞄一下時間 除了這個更亮有加分 螢幕在黑暗環境下的更暗也非常棒 之前在全黑環境下舉起手腕的瞬間 都會亮到覺得是不是Morgan Freeman要從螢幕裡面跑出來了 這次終於能夠隨時安心舉起手腕 雖然說Series 7外型大改 不過其實單純論功能性來說的話幅度並不算高 像是我剛剛前面提到的幾點 幾乎都是基於原本就有的功能 但是提供更舒適更流暢的體驗 而按照目前三代換一次外型的習慣看起來 接下來的兩代也非常有可能外型是保持相同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手上是Series 6就是上一代 那是否要換完全就取決於兩點 第一點就是你不差這點錢 這沒什麼好說的 光是螢幕變大真的就是一個爽 如果不缺錢那我再提一個建議 直接上不鏽鋼或是鈦金屬 我用了這麼久的不鏽鋼錶殼 還真的是不太習慣鋁合金材質 而且不鏽鋼真的是什麼錶帶都很好搭配 即使有刮騰也不影響美觀 照樣亮晶晶的非常好看 第二點我最有感的就是起車看地圖 剛說過這是我覺得最有感的差別 雖然有人說導航怎麼不用iPhone本身 但我個人使用情境是不太喜歡把iPhone架在機車啦 一方面經過窟窿就噴走的機率一定比Apple Watch高 另外防水防塵這點Apple Watch也相對沒在怕 狂風暴雨天打雷P都無所謂 那生活中除了導航我到底還會拿Apple Watch來做些什麼呢 中午12點叫我起床了不再是從我喜愛的歌變成我痛恨的旋律 當然也不是夢想 而是先來一段微妙的震動 就像有人輕拍你的手腕一樣 摸到12點半出門 今天我要先去朋友家拿個東西 騎車停紅燈的時候偷瞄一下手錶不用害怕被開罰單 接著因為尻了兩個shot 騎車會被上尻 只好設定工作室為目的地之後 手提大包小包走路前往 路途不必再掏出手機或是舉起手腕來看地圖 憑著Apple Watch發出的震動 就可以判斷該往左邊轉還是右轉 這種平常不一定用得到 但是用到的時候你真的是會謝天謝地 像我自己的工作室還有住家 都是用August電子鎖 也可以不必掏出iPhone 手錶舉起來點一下就開鎖了 下午一點到了工作室先打個電動 開機進入遊戲才突然想到自己在等熱水吃泡麵 如果要停下來拿出iPhone 無論手動開啟倒數計時還是一樣叫Siri倒數 多了一個掏出iPhone的動作 那個被中斷的感覺就不太好 Apple Watch只要把手抬起來就可以開始命令 接著三點該開始認真幹活了 平常我最常用的就是錄影時候的監控 無論搭配iPhone內建的相機拍照錄影 還是我覺得最好用的錄影軟體Filmic Pro 都可以當作外接螢幕一樣監看操作開始停止錄影 對YouTuber自己拍自己或是出去玩 拍團體照的時候 當快門線控制都很好用 順便傳說一個厲害的應用 直接把Apple Watch這樣刮在iPhone上面 不必花額外的錢就可以一起放上腳架 或者是手持自拍來取景 下午五點 又餓了散布去超市的路上 可以用Apple Watch選取要聽的音樂或是Podcast 覺得要打字搜尋不順手沒關係 從口袋掏出iPhone的時候 即使戴著口罩無法順利刷過Face ID Apple Watch也已經幫你解鎖完成 採購完畢要結帳的時候刷電子發表載具 手腕抬起來 需要Apple Pay付款 手腕抬起來 收工 密實完畢後 晚上6點坐在iMac前面要開始剪輯 碰一下正在休眠的電腦 也能透過Apple Watch解鎖 省去打密碼的繁鎖過程 在專心做事的時候被打斷通知 實在是一件非常影響生產力的事情 Apple Watch除了接收到通知 可以瞄一眼不重要就忽略以外 搭配iOS15的專注模式 可以自訂只跟工作相關的App允許通知 對專注非常有幫助 6點半跳出一個通知 蘋果倉庫有客人問 我是大學生可以便宜一點嗎? Apple Watch馬上跳出來叫我深呼吸 深呼吸結束後 順便點開反思看看會出現什麼內容 然後就覺得不該把時間浪費在工作上了 7點覺得該收工去跑個步 但是放一台iPhone在身上實在很累贅 也可以直接用Apple Watch搭配AirPods Pro聽音樂 並且還能看到朋友們最近的運動紀錄 嘲笑那些沒有運動的廢物 雖然隔天就換自己背笑 半夜2點打開iPhone上的健康App 可以查看自己走路是否步伐不對稱 骨盆有沒有歪 這個禮拜運動了幾次 心跳是否正常 睡眠有沒有規律 血氧濃度有沒有起伏 到了3點 再不睡又離日出越來越近了 偶爾打開睡眠排程確認一下 沒問題的話剩下的明天再說 平安的一天又過去了 感謝飛天XXX 我能想到最常用到的應用大概就是上面這幾個 當然你可能會問說 以上除了血氧外 不都iPhone就可以做到了嗎 嗯 對 但想想看 你現在一天要從口袋或是包包裡面拿出iPhone多少次 一年累積下來 你花了多少時間在打手機還有電腦的密碼 拍團體照的時候 可以確認所有人都在畫面裡面的感覺有多棒 攻殼機動隊導演押緊手有說過 在座的各位都有手機 現在只不過是把手機放進大腦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人類必須去適應科技 它也許只是在你的EDo裡 但那實際上已經是你身體的一部分了 我想這大概也可以套用在Apple Watch的定位上面 只是你不必把手伸到EDo裡面 能幫助你處理這麼多瑣碎事情的科技產品就在你的手上 在前面提到我跟我朋友錄的Podcast節目裡面 有一集專門就是在教你如何入坑攻殼機動隊這個坑 沒有看過這個作品的話記得點下面的連結去聽聽看 如果你對科技產品有興趣都能把Apple Watch聽到這裡了 我相信你一定會喜歡 頻道裡面還有許多皮下蘋果開箱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